国民党副主席夏立妍上午接受广播专访 自曝下午要再度启程访中 到重庆、成都、济南跟青岛四个城市 进行为期七天的访问 不过她近几次到中国都遇到了两岸情势升温之际 也被民进党批评会见国台办的高官丧群入国 更把夏立妍比作无三桂 对此夏立妍澄清她申请访中需要时间 没有办法预先挑时机 也回籍能卖台的只有执政党 一行人准备搭机前往重庆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妍率团再度访中一周 主要目的就是拜访和关心在对岸的台商和台生 我去了重庆之后还要去成都 然后接着我会去山东 一百五十几个台商协会 所以我需要去跑这些地方 这两年来的第八度访中 不过以往夏立妍出访都遇到两岸情势升温 上回是惊吓水域纷争 而且人才刚回来十天又再度启程 让绿营话说得很酸 反正国民党就很有钱 坐飞机到中国去好像在坐公车 还是不要去做这种上权辱国的事 整年都在拜年 月儿春酒吃整年的 要申请都需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并不是说知道了有什么事情 我临时可以两年的时间 去八次 那你说江炳坤去了一百七十九次 一百七十九次 最不能忍受的意思 所以说我是卖台 说我是吴三桂 今天能够卖台的只有执政党 而不是我们反对党 夏立言澄清 行程都是早就定好 哪有可能说去就去 只不过中共两会刚结束 对台政策将转趋强硬之际 民进党质疑 夏立言此行不单纯 当共产党的官员贬低台湾的时候 却不敢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不会见到他们官方的人 所以呢 没有所谓听不听 他们的什么结论报告啊 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的良好 所以所谓什么 我们的关系 他们说什么急剧下降啊这些 都是完全议策之词 毫无根据 国民党强调沟通的重要性 只是每次出访都掀起蓝绿口水战 今天分享王伟辰 台北三宝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